看真实案例凭人间悲欢 大家好我是Ray 欢迎打开M2档案 2018年3月的一个深夜 安静的加州小城 San Juan Capistrano的居民们 被一声惊恐的尖叫所惊醒 人们推开窗户 只见一个全身是血的亚裔男子 跌跌撞撞地冲出了家门 他表情猙獰目光疯狂 手里还拎着一把带血的尖刀 看见这样的恐怖场景 邻居们赶紧打电话报警 警察赶到现场后 顺着血迹 一路追踪到附近的一处高速公路路口 凶手看到警察的出现 丢下手上的刀 转身就往滚滚车流中冲去 试图撞车自尽 好在警察反应敏捷 及时地扑上去 将他摁倒在地 靠上带走 在不远的一处房子中 他们发现了倒在血泊中的 一男一女都伸中树刀 男受害者胜有一丝呼吸 而女子早已经心跳全无 由于凶手在警察局里 依然是情绪激动 与无伦次的大喊大叫 警方怀疑他用了 刺激精神的违禁药品 但是几次血减的结果呢 都表明他体内的药物和酒精含量 均为零 纯是因为怒火上头 才发狂捅人 身上携带的证件上显示呢 他名叫彭义红 30岁 职业 是一名药剂师助理 一死一伤的两位受害者 是他的亲生父母 两天前啊 因为和交往多年的 同居女友分手 彭义红陷入了抑郁 茶饭不思 情绪不稳 在工作的时候连连出错 被上司要求回家休息 同住在一个城里的二老 听闻此事 赶过来和儿子同住 为的是照顾一下起居的同时 顺便安抚 开导一下他 结果不想 当天晚上就发生了血案 一向好脾气的儿子 突然抱走 抓起厨房的一把尖刀 杀死杀伤双亲 酿成血案 警方在案发现场的餐桌上 发现了一张燃血的全家服 上面一家人都穿着糖装 幸福温馨 其乐融融 站在左二的大哥 彭义红 笑容温和 和后来在警局的一脸 狠力暴虐 简直是判若两人 而如果对电竞这个圈子 有点了解的人 尤其是关注英雄联盟比赛的 朋友们会发现 这张照片里面 左翼站着的那位 略带腼腆的大男孩 就是人称大师兄 北美第一ADC Double Lift Double Lift 本名就叫做彭义亮 凶手彭义红 是他的大哥 这个消息传开来以后 顿时震动了整个电竞圈 不仅仅是因为 Double Lift 突然要面对 大哥杀父世母的人间惨剧 还因为他刚刚和队友 一起带领Tim Liquid 首次闯入了北美联赛决赛 此时 距离最后的比拼 已经不到一周时间 事情发生以后 彭义亮所在的俱乐部 第一时间发生 表示对他的家庭悲剧 十分的震惊和悲痛 已经派人跟他一起 紧急飞回加州 协助处理一切的后续事宜 赛前训练 一律暂停 家事为主 至于是否会参加决赛 全由Double Lift 自己决定 彭义亮随后也发出了一条推文 说自己不仅要处理母亲的后事 以及哥哥的案件 还要照顾好在医院的父亲 以及年幼的弟弟 会暂时告别社交媒体 希望大家能够理解和支持 在外人眼里 彭家简直可以算是 第一代华裔移民的典范了 父母工作 勤奋刻苦 最终凭自己的双手 在美国挣下了一片家业 大哥呢 为人谦逊有礼 孝顺懂事 十几岁的小儿子 也是聪明伶俐 在中学里名列前茅 这样一个父慈子孝 令人艳羡的模范家庭 怎么就突然 一夜间拔刀相向 分崩离析了呢 尽管警方并没有公开 彭义红行凶的真正原因 不过还是可以通过 二哥彭义亮的这个 网瘾少年逆袭记 略微地看到一些 这个看似完美的家庭中 藏着的种种不和谐音符 彭爸彭妈都是上海人 凭借着聪明刻苦考上了大学 并在90年代初 赶上了第一批留学潮 来到大洋彼岸的美国打聘 夫妇俩从最底层的体力活做起 抓住机会 一步一步完成了阶级月前 最后在加州城县定居 有房有车还生下了三个儿子 为了让儿子们更进一步地 融入美国社会 彭爸彭妈 从小就让他们在家里 只说英文 看英语电视 读英文书 这让几兄弟 除了会讲几句简单的上海话以外 对中文是完全一窍不通 不过他们对孩子的教育 却依然沿用了中式的 虎爸狼妈模式 考试一定要全A 钢琴一定要考到最高级 电视只能看新闻 电影院不许去 谈恋爱什么的 更是想都甭想 结果这千房万房 还是没能防住这个电脑游戏 跟一直对父母的要求 百分之百照办 听话顺从的大哥可不同 排行老二的彭毅亮 从小就是个叛逆的孩子 十一岁那年 看哥哥玩电脑上的 这个魔术世界 他也吵着要玩两把 结果这一上手 就把哥哥给吓了一跳 他连见位都没摸熟的情况下 轻松搜索了一个野外小boss 这可是哥哥被虐了 好几天都没拿下的呀 之后他更是一路 砍瓜切菜一般 清空了哥哥的任务栏 操作娴熟的 就跟鼠标长在他手上一样 游戏的这扇大门 从此被打开 就再也关不上了 此后彭毅亮 天天缠着哥哥 要玩他电脑 演长他七岁的大哥 实在是拗不过 干脆利用假期 打工挣来的钱 给弟弟组装了一台电脑 很快 这事就让父母给发现了 他们逼着彭毅亮 删游戏删账号 最后干脆直接收走了 他那台宝贵的电脑 这个时候 彭毅亮的倔劲上来了 卯足了劲 跟父母对着干 删了游戏 我再装 人物没了 我再练 还用帮同学写作业 来换取用他们的电脑 打游戏的机会 可在父母眼里 这电脑游戏 就是电子鸦片 儿子是玩物丧志 再放纵下去 就要前途进火 而彭毅亮 则觉得 都是手指上的功夫 为什么我弹钢琴 你们就逼着我 一天练几个小时 玩电脑游戏 就十几分钟都先多呢 更年期父母大战青春期 儿子的戏码 在彭家几乎是天天上演 从学习到游戏 再到做家务 每一件小事 都能到剑拔弩张的程度 只能说 还好杨永信的借网中心 没有开到美国 不然彭毅亮 估计早就被父母送过去 垫一垫了 好在这个时候 大哥彭毅红 站了出来 在父母和弟弟之间 进行的缓冲和调和 他一边保证说 可以看好弟弟 不让他因为玩游戏荒废学业 一边有苦苦婆心的劝说彭毅亮 让他多理解父母的一片苦心 不要跟他们对着干 他还介绍弟弟玩上了英雄联盟 因为他觉得 比起魔兽世界 动不动就是几个小时的大型团本 英雄联盟的战斗技术回合制 在时间和精力上的投入 相对更少 结果 英雄联盟的PVP机制 立马就戳中了彭毅亮 很快沉迷其中 因为在步入游戏世界前 他人生中的第一个爱好 就是魔术 所以他给自己起了一个叫做Double Lift的ID 是纸牌魔术中一种基础的换牌手法 这个如同有魔术一般手法的天才少年 很快就打遍网络无敌手 在英雄联盟刚刚引入排位机制的时候 就一举打到了顶级 2011年 当时417战队的创始人Husha GG 在跟彭毅亮兑现过一场之后 当场就决定要跟他签约 让他加入自己的团队打替补 就这样 彭毅亮成为了最早一批职业电竞选手 打个游戏居然还能有钱拿 这样才16岁的彭毅亮又惊又喜 但是他却不敢把这个好消息告诉父母 因为他知道 在父母眼里 这肯定又是网瘾少年的一大罪状 在CLG待了几个月以后 因为希望能够从辅助的位置 变成他最擅长的ADC 他加入了一个叫Epic Gamer的战队 并且一举打入了第一届 英雄联盟全球总决赛 那届比赛只有8支队伍参加 全部奖金一共10万美元 跟现在电竞比赛 动辄百万大奖不能同日而语 而且这个比赛 还是在遥远的瑞典举行 彭毅亮需要随队伍远赴欧洲 当时还未满18岁的他 需要父母签字授权 才能离开美国 因为知道这事肯定难办 他只能求助于已经工作了的大哥 希望他能够出面 说服父母 结果父母是连同哥哥一起臭骂了一顿 他们无论如何都不相信 打个游戏居然还能出国比赛 他们觉得这就是一个骗局 彭毅亮去了瑞典就是进了火坑 不仅小命会搭进去 估计全身各种零件都会被黑帮卸了卖钱 直到兄弟二人以绝食相比 才在飞机起飞的最后一刻 取到了父母同意放行的授权书 零行前呢 大哥把身上所有钱都掏给了他 鼓励他好好比赛 为了梦想 好好地拼一把 彭毅亮的团队在这次比赛中最终获得了第四名 分得了1400美元的奖金 拿到人生中通过游戏 获得的第一桶金 他兴奋的满脸通红 恨不得马上就飞回美国给家人报喜 结果等待他的 就是兜头一盆凉水 父亲对他的奖金和奖杯 只是略微点了点头 就转身出门上班了 而母亲说的第一句话是 这次你没死不代表你下次不出事 以后这样的事情 还是别再去了 彭毅亮本来以为这次的成功 能让父母对他的奠金事业态度有所改观 结果依然是事与愿违 父母天天念叨着 让他出去找一份正经的 挣钱的工作 而不是在家待着打游戏 而彭毅亮则觉得 自己已经考上了父母满意的大学 就等九月份开学了 这不到两个月的时间 打什么工啊 于是 本来稍有缓和的家庭矛盾 又开始变得紧张起来 彭父彭母挂在嘴边最多的一句话是 等你一到十八岁 就给我滚出家门 永远别回来 结果 真的就如同他们所说的 彭毅亮在十八岁生日过后 一个礼拜 就被彻底赶出了家门 这次 就连大哥也无能为力 因为父母放下了狠话 游戏和这个家 你只能选一样 结果就看见彭毅亮 带着自己的电脑 骑上了自行车 带着之前迎来的那一千多块奖金 义无反顾的 离开了家 他之后在reddit网站上 发出了一个求助帖 题目是 我叫Double Lift 前一级战队成员 从今天开始 我无家可归了 那个年头的网友 跟现在比起来 还是比较淳朴热心的 没想到很快就有人 往他的账户上打钱 这里面有他认识的 或者不认识的 甚至还有不少在游戏里 曾经被他虐过的 很多人之所以帮他 同样是因为家里 有个跟电脑游戏 不共戴天的父母 对彭一亮的遭遇感同身受 自己虽然没有像他那样 毅然决然离开家的勇气 但也尽可能的 能够在经济上帮他一把 这里面就包括了一个 叫Travis Gafford的人 他也热爱英雄联盟这个游戏 由于天赋技术 不足以让他成为一个职业选手 于是退而求其次 成为了一个游戏解说 他曾经在报道赛事的时候 跟彭一亮有过一面之缘 这次在网上看到了他的求助信 马上就想办法联系了他 表示自己还有一间空房 欢迎偶像前来同住 他其实也只是住在 一间租来的简陋的地下室里 彭一亮的到来 也只是在一张破沙发上 凑合着睡觉 在之后快一年的时间里 这对好机友 只能靠帮一些游戏网站 写通关攻略来挣钱糊口 期间彭一亮换过 好几个不同的战队 他的要求也非常简单 给钱多有地方住就行了 2012年在转了一大圈之后 他又遇到了最开始发掘他天赋的CLG战队 并且在当年的达拉斯秋季赛上 又获得了一个第四 而这次的响金已经涨到了2500 而他也从当年见面指挥说 嗨的那一项害羞大男孩 变成了一个面对镜头 侃侃而谈 甚至还非常热衷于口无遮拦 到处立flag的个性选手 最著名的一次是2013年 他在上海的一次赛前采访 他说 我就是最强的 其他人都是垃圾 这和周星驰那部破坏之王中 断水流大师兄那句经典台词 我不是针对你 我是说在座的各位都是垃圾 不谋而合 于是彭一亮在粉丝口中 从此升级成为了大师兄 不过大师兄也有自己的一套原则 那就是狂妄而嚣张的垃圾话 只是在赛前说 这样子呢 如果他在比赛里输了 对手大可以拿他说的这些话 对他啪啪打脸 之前话说的多狂 之后打脸就多肿 而他如果赢了比赛 反而会收起锋芒 给对手最大的尊重和鼓励 也许正因如此吧 Double Lift在多年的职业生涯中 不仅没有因为嘴炮而树敌 反而跟很多选手都成为了朋友 但是不管他赢得了多少次冠军 在赛场上多么风光无限 彭爸彭妈 依然将他视为一个不务正业的逆子 别说是道场观赛了 整整两年时间里 他们连电话都没有通过一次 每次在大赛里看见场下那些 为孩子们摇旗呐喊助威的爸爸妈妈 甚至是爷爷奶奶 让彭一亮心中更是五味杂陈 2013年彭一亮参与拍摄了一部低度短片 叫做Double Lift The Road to Success 这段七分钟的影片中 一向面对镜头怼天怼地 桀骜不驯的大师兄 却罕见地露出了柔软温情 还有脆弱的一面 在这段采访中他说 他当时应该妥协 维系主和父母的关系 而不是任性的一走了之 他还想做父母的儿子 回到他们身边 而不是像现在这样 有了荣誉和成就 却失去了家人的陪伴 因为越是站在人生之巅 就越能体会到 没什么比家人更重要 只可惜啊 过去的决定无法重来 只希望父母能够通过这种方式 知道儿子过得很好 很挂念他们 如果以后有机会 他希望能够做出补差 Blood is blood 他重复了几遍这句话 最后还是低下了头 眼含泪水 他最终理解了他的父母 尽管他依然认为 他的父母可能是错的 这个短片放出来以后 感动了很多人 纷纷在视频下面回帖 分享自己的成长故事 他们中不少都是和彭一亮一样 在美国出生长大的二代华裔 在父母眼中呢 只有医生 工程师 律师 才是孩子的人生归宿 其他的一切 不管孩子多么热爱 多么有天赋 一律都是不入眼的垃圾职业 大到学什么专业 找什么样的人生伴侣 小到穿什么样的衣服 剪什么样的发型 都要按照父母的意思来 孩子只要敢提出自己的意见 就是大逆不道 忤逆不笑 孩子原本应该是一株 沐浴着阳光雨露 肆意生长的小树 却在父母这样圆丁般 无微不至的关怀和束缚下 成了一株花盆里的盆井 只要有一根枝条 长得不合心意 就立马要用剪刀咔嚓 一声剪一下 这样的教育方式 也许在保守的 东亚大环境里面 还算过得去 但是一旦放到 北美这样的地方 就显得多少 有点格格不入 人家都是小树 凭什么我却成了盆井啊 孩子和父母的关系 就在这不同的文化冲突中 愈演愈烈 彭一亮这样的情况 尽管极端啊 但不是个例 他自己也没想到 这部有关 他心路历程的短片 最后却成为了网友们 对父母的诉苦大会 而一样看后 深受感动的 还有他的大哥彭一红 他主动承担了 在弟弟和父母之间 牵线搭桥的众人 在不懈努力下 终于让几人的关系 得到了缓解 最终啊 在彭一亮离家 三年之后的一个春节 他回到家中 和父母一起吃了一顿团圆饭 在餐桌上 拍下了一张 阔别已久的合影 如果这是一部大团圆式的故事 那么在这一刻 应该就是一个happy ending 一家人兵士前嫌 父子子孝 胸功低迁 幸福地生活下去 只可惜啊 现实永远不会像想象中 那么完美 当初的决裂 让双方再是用心地修补 也总是会留下裂痕 在twitch这个游戏 直播平台兴起以后 彭一亮也第一时间 在上面用double lift 注册了账号 因为名气大 技术好 外加讲话有趣 他的粉丝数 很快就突破了百万大关 twitch网站给直播主的分红 再加上他打比赛 迎来的奖金 彭一亮年收入 轻松超过50万美元 这里头还不包括 他很多广告代言 这个收入不仅在电竞圈里算高的 就算跟医生 律师这样传统的高薪职业相比 也是一点不输啊 但是对于彭爸彭妈来说 这不是钱的问题 你不管多成功 玩游戏本身就是一种原罪 在twitch上逛过的朋友们 可能会知道 那些主播们 也并不是24小时 全部直播游戏 很多时候呢 他们也会放一些 日常生活的vlog 跟家人朋友的互动 或者是出门 吃饭 郊游 看电影一类 接接地气 拉近一点和观众的距离 但是彭一亮 作为一个网站中的头部主播 拍的这类视频 却很少 唯一有家人露脸的几次 也只有彭妈出镜 但就是这屈指可数的几分钟里 两人互动没几句 彭妈就会开始 在餐桌前教育儿子 不要乱花钱 不要在网上交朋友 最重要的是 赶紧找份正儿八经的工作吧 其实平心而论 彭母的这些担心和建议 并不是没有道理 电竞这一行 看着是风光无限 但是就跟很多竞技类体育一样 运动寿命极其有限 很多人刚刚过了二十 就被冠以老将的头衔 二十岁以后还打比赛的 更是凤毛麟角 由于长期需要高强度 高频率的点击鼠标键盘 电竞选手同样会面临很多伤病问题 有统计显示 他们手部肌肉韧带的劳损程度 甚至要高于职业拳击和自由搏击选手 很多人在连续几场比赛打下来 双手颤抖连一杯水都抓不稳 长此以往 只怕是年纪轻轻 一双手就已经废了 而做父母的 更多是出于对儿子前途的考量 希望他能够在一个安定的工作上 领一份固定的工资直到退休 以后老的 也有一双健康的双手 这本来也是一片好意 但却败在了沟通方式上 彭妈每次跟儿子说话都是 你要跟哥哥学 要跟邻居谁谁谁学 要跟谁谁家的儿子学开头 结束于 别舔舔打游戏 找份正经工作 不要乱花钱 找个女朋友赶紧结婚生小孩 只能说隔着屏幕都能感觉到 彭一亮在这一连串 连珠炮般的说脚下 食不甘味 恨不得赶紧逃跑 你说这一株已经自由生长好几年的小树 突然要挖出来 再放回盆里 自然是很难适应 即使表面上修复了和父母的关系 但是依然能感觉到彭一亮和父母之间 还是淡淡的隔了一层 跟这个叛逆的二儿子相比 大哥彭一红 可以算得上是完全按照父母要求 长出来的那颗盆栽 从小就听话懂事 孝顺父母 爱护弟弟 进入了医学院 读药剂专业 一步一步从助理干起 马上要转正 还有一个门当户对温柔甜美的女友 已经买好了婚房准备结婚 可就是这样一个完美的儿子 却在跟女友分手的刺激下 拔刀刺向了前来安慰自己的父母 在这儿请允许我不负责任的猜测一下 也许彭一红就是那种传统华裔家庭中挑大梁的长子 不仅对上父母要尽效赡养 对下还要扶持弟弟 更要作为年和剂缓和他们之间的紧张关系 再加上自己还身在职场 干的是和人生命健康息息相关的工作 因此精神和肉体上都承受了比其他人更大的压力 女友和弟弟可能是这世上维尔能够理解他 安慰他 给予他信心支柱的人 结果女友分手 让他的精神世界直接塌掉了一半 尽管有父母前来安慰 但是从那些和二儿子聊天 一聊就聊得不欢而散的视频中 咱也可以看出来 他们并不善于语言的交流和沟通 对孩子的教育也以命令和要求为主 本来是出于好意开导大哥 可能在他耳中就成了说教中带有指责 这就像是压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 让他的精神瞬间崩溃 亦是冲动酿成了无法挽回的悲剧 而24岁的彭一亮 则在一夜之间经历了失去至亲 哥哥 锒铛入狱 就当所有的人都认为 他肯定会缺席之后的总决赛时 他却出人意料地准时出现 和队友一起 以3比0的成绩击败了对手 只是这次胜利的庆功宴上 相比之前 他的脸上少了很多的笑容 也许这就是人们所说的 子欲养而轻不带 在他最辉煌的这一刻 却看不见最应该为他欢呼和自豪的人 让人泪目的是 就在两个多月前 彭一亮还在网上晒出了母亲包给他的春节红包 上面用中文写道 亮亮 祝你新年愉快 父母其实不是不爱他 相反是他们爱得很深沉 爱得很坚定 从未改变 只是他们表达爱的方式方法 让孩子觉得难以接受 尽管大哥杀父世母的悲剧 到现在已经过去了近五年 但是他的案子却一直没有开庭 官方的解释是他的作案动机复杂 尤其是里面夹杂着很多精神方面的原因 必须要经过专业的心理医生多方评估 才会最后确定 以什么样的罪名提出指控 而那以后 彭一亮也代替哥哥成为家中新的顶梁柱 担起了照顾父亲和弟弟的责任 他曾经自豪地放出了一张照片下面写道 我的小弟弟现在也长得比我高了 2020年11月 他在推特上宣布了退役 结束了近十年的传奇生涯 之后在YouTube上做游戏解说 和赛事解说 语言风格依然稀里让人直呼 大师兄又回来了 其实他不是回来了 而是从未离去 2022年12月 他宣布重返职业赛场 在29岁的超高龄和100thes 签了一年的合同 这个在年龄上还是经验上 都打破了电竞纪录 成为了唯一一个从第一届 一直打到第12届的选手 堪称这项赛事上的活化石 相比那些20出头就伤病退役的队友 他也许真的练就了一双无情铁手 他还教了一个漂亮的女友 雷娜徐 是电竞圈俱乐部TSM的现任总裁 堪称是现实版的霸道女总裁 爱上手下的天才选手 两个人经常在比赛间隙 各种恩爱合影 让人不禁感慨 谁说宅男就不会有春天呢 也许他现在最想跟母亲的 在天之灵说的 依然是那句话 妈妈 我现在过得很好 从王尹少年成长的 如今一个有担当的男人 从家破人亡到重振旗鼓 彭一亮不仅是英雄联盟中 最悲情的一个选手 也是最励志的一个人 也许他的成功很难被复制 但是纵观他人生的跌宕起伏 却正应验了那句话 父母存在的意义 不是给予孩子舒适和富裕的生活 而是当孩子想到父母时 内心会充满力量 会感到温暖 从而拥有克服困难的勇气和能力 因此获得人生真正的乐趣和自由 感谢收看M2档案 如果您觉得视频还不错 别忘了点赞订阅转发支持一下 咱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